各位,這個消息是來自United Nations聯合國 在聯合國有一個高級官員 就是人權委員會的高級官員 去到加薩地帶和土耳其邊界Rafaf 參觀後指出 現在以色列和哈馬斯同樣犯了戰爭罪行 哈馬斯那邊知道他是襲擊以色列 殺了1400多人 現在名單出來了 大部份都是以色列軍人 有一個嬰兒被害的 不是之前所說的40個嬰兒被人斬頭 沒有這件事,只有一個 當這是一個戰爭罪行 以色列轟炸加薩地帶 作為加薩地帶的occupier、控制者 禁止加薩地帶進入食物、水、電等等 那個戰爭罪行 比起哈馬斯 這就不在同一個層面上 哈馬斯那邊 有1400多人 但是以色列轟炸在加薩地帶所造成的平民死亡 超過了一萬人 已經超過了一萬人 而還有就是 強硬強迫加薩的居民 向南移蕩要離開他的家園 這也是戰爭罪行 另外對整個加薩地帶 斷水、斷電、斷糧、斷那樣 是對整個加薩地帶平民的collective punishment 整體的懲罰 因為有個別人士犯了事 使整個民族集體受罰 這也是違反國際法 亦是war crime、戰爭罪行 所以將以色列所犯的戰爭罪行 和哈馬斯所犯的戰爭罪行 講在一起 還要講了哈馬斯的先 先再講以色列 這個已經有非常大的偏頗了 除了偏頗之外 也沒有講這兩個之間的比重 現在他呼籲立即停火 但是呼籲還呼籲 就算美國總統和以色列的首相通話 一樣直接拒絕 我不停火 我都不停火 我無論如何都不停火 我無論如何都不停火 我無論如何都要繼續犯戰爭罪行 唯一就是人家可以說吹呀 你立即要明白 因為聯合國是沒有牙老虎 子老虎你說又怎樣 而我們要記住 已經過去幾十年來 這裡寫著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來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所做的一切 全部都是戰爭罪行 有哪一個以色列的政客 會受到這個ICC 國際法庭去審訊呢 一個都沒有 在一個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聯合國的人權組織 說說他犯了戰爭罪行 有什麼後果呢 結果是零 零效果沒有結果的 因為根本聯合國沒有力 沒有用 聯合國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完全完全沒有用 我們小市民當然沒有用 跟大家發脾氣 發脾騷說說 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個可以 但是真真正正要改變到 加薩人民 改變到巴勒斯坦人民 我們需要一個有能力的政府 可以真正站出來 可以為公義 可以為人命 可以為正義而發聲 希望阿拉伯國家 希望阿拉伯國家 就要為阿拉伯兄弟 真正出聲 如果阿拉伯的兄弟們都不幫忙 阿拉伯 阿拉伯 請問阿拉伯